本集结束 LIN отсession 对 欢迎光临间的女人 我最大 一开始女人美得狠 今天要去哪里狠呢 Let's go 狠 You can't touch this This is the highlight This is the fame Again and again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旅遊 美得很 我是今天的狠角色 立文 讓我們歡迎 今天的狠角色 大家好 我們是今天的狠角色 836 大家好 我是鼓手阿鐵 嗨 我是Keymoo小曲 我是主唱阿鼓 哈囉 我是對手霸天 哈囉 我是吉他手牛逼 歡迎... 先趕快快速講一下 演唱會的資訊 836在11月23日的時候 將要重返台北小巨蛋 舉辦想見你... 想見你的全新巡迴 希望大家可以多追蹤 836的IG還有Youtube頻道 新歌跟阿力合作的 來互相傷害 已經在Youtube都可以看到 全新的NB 希望大家接下來就可以列入 也可以多多點擊 我們今天準備了 836之來互相傷害的真心話 就是我出了一個問題之後 大家覺得是誰就比那個人 全部問完之後 可以讓你們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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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開始了 請 團圓中誰最玻璃心 真的喔 好 自己 下一題 團圓中誰最易怒 又撥離心 又易怒 好 下一題 團圓裡誰的體力最差 有比 霸天 霸天嗎 這都比我 霸天 好 下一題 團圓裡誰是控制狂 好 問完了 好 問完了 大家什麼 在體貌 在體貌嗎 誰刺 控制狂 阿浦 不用騙解 好 真的不用騙解 因為就是 他連你們節目現在敬畏 放在什麼位他會這樣管 他就有點受不了這樣 好想不唸 一純純欲動 好想不唸 鏡頭在哪裡 我不喜歡事情沒有在 對的軌道上面 好 看下一題 誰最玻璃心 電哥 對啊 電哥 就我是轉面 跟下面一題一起好了 玻璃心又易怒 我其實沒有要變 我只想解釋 解釋跟電哥 對 就是那個代表粉團 做一下體貌好不好 我做多久 就讓我們打歌打多久 太好了 很痛 太好了 賴虎小孩 視訊的擁抱 怎麼去 那快點啦 寒冷不捨也不迷惘 恨心我是你的 很好 愛過什麼好久 好傘 來回家長海 太好了... 超級... 我有點累了 我就不辯解了 對... 快醒 講一下... 玻璃心怎樣... 因為我任務團裡面唯一一個 就是會上去 就是譬如說留言底下去 跟歌迷吵架的 沒錯 大家如果去看我版上 就是很多留言 那有一半都是我的留言 就是我會跟所有歌迷恢復 他們只要一誤解 我就會很容易 我已經就睡了 我就心情很差 我就去跟他們吵架 就是你往心裡去了這樣子 對... 好 再來一個是 我看比較多人選的 誰的體力最差 八天要辯解喔 要辯解... 因為我會引誘他便捷 便捷... 好 變捷... 八天在做的時候 我們就唱一組成為大 這首6分鐘好不好 等一下... 為什麼感覺在處罰我啊 不要這樣 你是不是打歌嘛 他在打歌... 打歌阿鼓 這怎麼是處罰啊 我們賴蝦小小孩 他沒力了 體力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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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要做主力挺身 這三兩句 好... 真的 真的要繼續嗎 好... 好... 對啊 因為我體力比較不好 體力不好 對 我們主辦自己吧 對 你幹嘛一大便這樣 好可憐喔 OK 好 今天大家應該有了解他們 就是這樣有算來互相傷害嗎 應該還好吧 有 我做福利挺身喔 有啦 有啦 體力不好做福利挺身 然後後來面積 坐山下就倒了 最後 已經最後了 再講一下演唱會的 我們要不斷的安排 發生到11月23號 將要重返台北小巨蛋 舉辦我們的 想見妳 想見妳 想見妳的 全新巡迴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追蹤巴士的社群網站 還有YouTube頻道 然後可以在10月23號 跟我們一起到小巨蛋 然後一起完成我們這場 萬人儀場 謝謝 好的 大家今天11月23 小巨蛋見 女人很像巨蛋 下次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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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今天現場我們要討論的 這個我先不爆雷 四位應援團這四個女生 今天是來一演的 他們不收任何費用 因為就是這一集 你知道嗎 這一集講什麼 我認為一個男人最有魅力 他可以外表不帥 但是他一定要有才華 而且報名的這四位男主角 他們不但深藏不露 很有才華 要露一下 他們還能露 每個地方都是自我 每個地方都是硬的 重點是他們真帥 好期待 來 我們好好的介紹這四位 好 史上最幸福的女性 第一位 嗨 大家好 佩潔 少女心噴發 第凡 好期待 台湯 嗨 嗨 四位好 很興奮對不對 一開始就嗨嗨 我們今天錄影 是今天的第一集 我從來從來沒有看過 四個女生 女君都提早來 她都梳妝打扮 完妝來真的 提早來被一個小妝 好險今天沒叫我們素顏 真的 被衝到素顏 我放個超隆重的 就是妳已經 就是有一個小孩子的媽了 爸爸還健在 孩子的爸爸還OK吧 沒有走鐘吧 目前還現在還沒走鐘這樣 我比較走鐘一點 那妳覺得呢 妳覺得妳的那個白馬王子 妳到現在還有這種幻想 白馬王子的條件 當然要帥 還有 帥 要 最不重要的一點就是 一定要有穩定的收入 最不重要 對 那什麼讓對妳來講 最重要的呢 我覺得有才華 180 然後這些 身高也重要 我老公也180 起碼不能比我老公差8 妳那麼高 真的 對啊 然後 我講到這個有點爆黑 我選 怎麼覺得妳在流口水 對啊 因為我前陣子從韓國回來 我覺得走在路上 我覺得每一個韓系的歐巴 都很像明星 佩儀傑呢 我覺得 我現在的標準有點不太一樣 但要高這件事情還是不變的 但現在我覺得 要洗精是不是 要貼心 貼心也很重要 等一下 妳說什麼要貼心 泰姐都喜歡壞了 而且一定要很壞 然後就是有點那種 就是要征服她那種 要假壞 真貼心 都沒結果對不對 喜歡壞得那麼久都沒結果 換一個口味 要貼心 就是要能夠幫你開車門那種 開車門 對啊 下雨天可以幫你遮一下 再讓你上車 對 什麼是這個音樂 好簡直 巨人的感覺 我就是 當然要高高是第一點 再來是我覺得 她必須要很貼心 這也很重要 學人精 我不需要人家幫我遮雨 什麼的不重要 那要幹嘛 比如說她可以幫我準備早餐 然後幫我想好說 我們要去哪邊 吃完喊之後 你們去想像吧 結婚前都可以 而且我買飲料 我是選擇困難症的人 我會很難選擇 我覺得如果她很懂的話 而且又高 然後又貼心 然後又帥 又會唱歌 又不是妳要的 飲料妳就自己選擇 又會唱歌 又會唱歌 我會唱歌 每一個人的條件不一樣 矮臀 我就比較實際一點 我說我們不實際 我個人是比較實際 我覺得體力要夠好 因為像我們女生 想要去逛街 然後男生沒有體力 沒辦法辦法提東西怎麼辦 身體健康就很重要了 一定要有體力 耐操後動拚第一 所以我覺得 其實妳要逛街的會定 妳只要有錢就好了 還要有耐心 我跟妳講 我爸有去出國坐輪椅 我們都把逛街的東西 直接放在他 然後一直炸腿上 也很好用 超有耐心 超有耐心 他又不會洗洗臉 我喜歡那種運動陽光的男生 體力夠好 以上你們所要的條件 他們都有 真的假的 甚至超過 超級超級帥的 第一位也是老師級了 我們常看到他 但是他卻有不為人知的 你知道 一個才藝 而且已經 已經在國際上面 有一定的地位 國際 很厲害 我們都不知道 絕對不知道的 第一位 祖雄老師 祖雄老師 祖雄老師好 老師好 帥氣 祖雄老師身高180 未婚 陽光般的笑容 陽光般的笑容 老師來 好 第二位呢 來 歡迎我們的 余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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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氣 身高180 未婚 趕時間 趕時間 來 第三位 RAM老師 余錡老師 身高180 去哪裡 也趕時間 怎麼都很害羞 對 超級害羞 第四位 她有什麼才藝 MASHA 好棒 好棒 有 有 有陽光 來 歡迎四位 帥 帥 第一棒就來給你看一下 她的特殊才藝 是一個才藝 我在禮拜一的時候 看到那個資料 我超級感動的 感動 對 有才藝 你會感動人 對 我們一直覺得就是說 那怎麼講 四肢發達的人 頭腦 頭腦 對不起 對 誰叫我 可是她卻 她其實很細膩 猜不猜得出來 很細膩 畫畫 畫家 我覺得還是跟體能有關 沒有 細膩 廚師 廚師 我有廚師症 有量體脂吧 量體脂 幫忙量體脂 就是量得很細膩 量得很細膩 也是一種才藝 到底有什麼才藝呢 來 祖雄老師請看 沒錯 你看到的跟我想的一樣 她就是祖雄老師的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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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多緊 我那個要後宮很多 可以選一個 她已經貴為這個 走上國際舞台的 時尚設計師了 這是她的作品 厲害 作品之三對不對 對 她今天帶了好幾套 對 這場秀其實不久之前 就在我家鄉 馬來西亞 對 馬來西亞 我所有的衣服設計 都是走一種 運動時尚風 而且是中性的 我第一場秀的時候 其實每一套衣服 都有男生跟女生 都可以互穿 對 我們好好的來介紹一下 最前面的這一套 金色的這一套 女朋友 大概前面這一套 其實是很多 小心思的一個設計 看起來它就是一個 像外套 可是它這邊很多袋子 而且它後面這邊 也有我的Logo 你可以轉一下 轉一下 看一下 後面這個有一個小背包 然後其實真的可以放東西的 小背包 OK 這個小背包其實很可愛 然後其實我每一套衣服的靈感 都來自於一種運動 這個看起來不像是運動 但是它也是一種登山運動 登山 對... 釣魚 釣魚 釣魚也可以 因為我們登山什麼 其實我們需要很多口袋 去放一些東西 所以它也很實用 而且我取自這個金色 是因為運動員很多時候 我們對於金牌 就是第一名的這種追求的 這種是一種精神 所以我的元素裡面 有很多金色的元素在裡面 老師 那後面一個Logo 一個T 一個H是不是 對 就是我的名字 HERO 然後T是我的姓氏代 T 所以我就在 這個品牌就叫HERO T 對 好有氣勢 真的 好Logo看起來 是... 您身上這一個 這一套也是 我身上這一套 它是那個 也是一種運動 大家可以猜一下 怎麼樣... 猜對了怎麼樣 猜對了就 送我們嗎 反正中性的 我猜到了 我送你一件T恤 HERO T恤好不好 好... 就衝浪或潛水 對 脂蓋 沒有 還沒有人猜 我們猜有 你們也可以猜 有送嗎 有送 送T恤 T恤 T恤 一種運動 全職 不是 Boxing不會 Boxing沒有穿一樣 它有一點風 馬球嗎 三鐵 單車 單車 謝謝 為什麼單車要穿這樣 不是單車的 其實拉路 拉起來的話 就很像騎單車的 騎單車 對 騎單車的時候 就很像這種 有 明白 這過不久 它就上市上櫃了 真的 OK 這是我講的最 我最不在乎的 錢 穩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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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既然來了對不對 也要讓你表演一下 你的肌肉的線條 好 今天有一個喜歡海豚 他喜歡運動 對 因為我之前也有 就我平常有在重訓 然後我之前也有在打拳擊 剛好我最近也在練拳 對 是不是 我們兩個 我們就來玩一下 切磋一下拳技 好 那因為我剛剛看你 在帶這個 好 海豚你小心一點 你要準備的東西有什麼呢 來... 我今天帶了繃帶全套 繃帶 好 先教綁繃帶好 好 好 綁繃帶的時候要注意 來 從這裡就開始教 我們說我以為他要看錢 好 好... 這一拍過了... 好 再輕一點 不是... 每一個都要很像 我以為就是要被打 所以你知道還有這個 還不簡單 幹嘛 還不簡單 好 時間 我以為你會長被保 我結婚了... 這還是有點太操作 戴老師你要擺看看嗎 好 帶回家給他 要這樣先把手藏起來 對... 因為打拳的時候 其實它很用力的話 你看我們這邊是突出來的 對... 會受傷 對 所以一定要把所有的關節 跟手腕保護好 要綁很緊嗎 對... 大概要八分緊 對... 如果十分緊 十分緊 十分緊有另外一段 可以... 可以截肢喔 好像有點血液 所以他之前有上過課 他這樣綁正確嗎 對... 就是對 先綁那個手腕 然後再穿指縫 然後再把... 像這個其實這種綁法 就是每一個拳手 有自己的習慣 所以其實它沒有一個 固定的SOP 但是綁久了 你就變成你自己的一種風格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在綁的時候 千萬不要在同一個地方 連續纏好多圈 那就會像綁木乃伊 所以我們可以上面綁一圈 然後繞這過來 繞這過來 繼續這樣綁 很好 所以它就是有一種層次的感覺 怎麼路長 要... 要出路綁完 不是 因為它的手掌 跟我的手掌 你看它的手掌 我們男生跟女生 因為我... 今天繃帶有分三米 四米 五米 這個是最長 我自己用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 要去童裝布買才可以 童裝 比較省布料 應該比較省布 它這個要纏好多圈 好長喔 為什麼 對... 還不錯 好 非常好 它這個拳套 也是我的拳套 所以 幾乎比它的頭更大 可是它跟它的頭一樣大 很難得會比我頭好大 但是有一個好處是 它保護自己頭皮的時候 可以遮蓋得好完全 OK 那我們一般 先開始學拳 我們會學一些基礎的 比如說直拳 直拳的話 如果是一般右撇子比較多 我們就是左腳在前 來 我們先擺一個姿勢 左腳在前 右手在後 因為前面是刺拳 用來測量距離 跟用來牽制對方 但是真正要出重拳的時候 是後面 而且拳大家不要以為 只是揮動手 其實你看後拳是從我的腳 腳開始移動 帶動腰部到揮拳出去 它才會有力量 所以如果你只是用手的力量 跟我拳繩的力量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是刺拳 刺拳 重拳 刺拳 刺拳 重拳 然後擺拳 勾拳 來 我們可以來試一下刺拳 刺拳 刺拳 重拳 來 刺拳 刺拳 重拳 OK 好 非常好 大家注意看她的腳 大家注意看她的腳 你看她後面一直扭 一直扭 她在刺拳的時候 很戀愛 她不敢真的打 所以其實這個要 其實打拳機要有一種負能量 負能 為什麼 才打的力量 你知道我剛開始 讓我媽媽打拳的時候 她說我沒力 沒力打 然後我就說你打我爸爸 想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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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要想成是我的 要想成是你錢男優 好難喔 好難喔 來 OK 我們還有擺拳 還有勾拳 勾拳 擺拳 支拳 勾拳 打擾拳 擺拳 支拳 要注意防守 要注意防守 防守的時候要放在旁邊 這樣則是防守 等一下 來 欣貝姐要玩一下 小朋友在那邊 小朋友在那邊 沒有人敢打你 用力 用力好不好 這更不敢用力 撤拳 老師 你看 好害怕 有力量 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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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練了江山 他就這樣打 你去當嗎 為什麼是被人要去被打 對 開玩笑了 剛才會弄在練 開玩笑 嚇死他 謝謝 教師去健身本 我們來學起來 學起來 好 對不對 接著下來 這位老師 你們說第一次看到他的 請舉手 對 你有跟他合作過了 有 那妳的感覺是 就是 當時也是蠻近距離的 近距離 又不能講話 因為老師正在注意我的臉 對 而且老師 他 非常溫柔 溫柔 而且細膩 非常細膩 沒有這種好事 該不會你是按摩師吧 美容師 有壓 有的時候需要 要很近距離 很近距離 會聞得到他的香氣 還聞到香氣 對 然後他吃什麼 牙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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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 牙衣 近距離的 蠻鳴那種 蠻鳴 他是一個 對我來講他是一個魔術師 魔術師 然後他常常就會把一個 怎麼講 路人素人的 像歐巴桑一樣的 太太或者是阿嬤 變成一個 道理 韓劇裡面的女衣 所以他是一個 非常非常夢幻的 彩妝魔術師 是嗎 是的 沒錯 是 他下手快很準 對 有多快有多狠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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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知道 我不可能 你們要中文操 好什麼機會 你現在是 你要 就你了是不是 你想要的 你們這麼年輕 跟姊姊搶什麼 沒有 讓 你們現在真的 你們就沒有發揮的機會 讓你如願以償 你真的 你真的 你今天了得你的心願 交給你囉 好 氣墊粉餅打開的時候 大家一定有發現這個盒子 蓋子對不對 這個東西 就跟彩妝師的調色盤一樣 所以它是有功用的 你沾完氣墊之後 在上面輕輕的把它抬 這樣就不會一次 啪 就是一抖在上面 讓你圓越以償 你真的 你真的 你今天了得你的心願 交給你囉 好 來 在韓國 今年就是比較流行的妝 是比較清透的 然後我們從 底妝是偏比較是玫瑰色系 帶一點粉紅色的 底妝 對 底妝 打底 打玫瑰色 對 然後眉毛的部分 今年流行是比較淡雅的 在韓國叫Saga Saga就是四個角的 跟之前的評美有點不一樣 它是有一點立體 然後有一點毛亮感的 然後在眼妝的部分 是走杏桃色的眼妝 然後最後的重點是 今年的唇是偏紅酒色 紅色或是這種 莓果色的顏色 就是做搭配的 明白 沒錯 好 那在韓國 我們在化妝的時候 第一步會先從眉毛開始 為什麼要先從眉毛開始 不是打底妝 因為我們打底是在放在最後 我們是先從眉毛 對 眼妝 然後底妝之後唇這樣 眉毛眼妝 對 沒錯 因為眉毛開始有什麼好處 因為常常大家 以往可能知道的 歐美妝或日妝 一定是眉毛是比較偏後面化的 對 一定先打底 對 在韓國為什麼一定要最先化的原因 就是你整個 就是不想跟人家一樣 不是 這可能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在你全素的時候 眉毛比較不容易化到很失手 明白 所以我們第一步 都會先從眉毛開始 像這樣子 在它的開始 對 順著毛流這個空間的地方 把它補齊了之後 然後呢 真的有 有 好 真的耶 兩邊真的差好多 那邊看起來比較溫柔 這樣子呢 新版的韓式的四角眉 完成了 對啊 我還以為是流行韓式的一字面 畫得還比較拼一點 不一樣 不一樣 對 融合起來 接著下來眼影 我們就進來到眼妝的部分了 我會利用到 這樣子偏香檳的顏色 做第一層的打筆 那就輕輕的從眼球上面 畫上來 接下來再選你今天想要 這樣就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再多兩下 點到 點到 即可 可是你應該是畫所有的人 都是這麼快 不是因為我個人 所以要這麼快吧 沒有 真的很快 我覺得你有點狠 我要久一點 因為在韓國 其實我們的民族線是非常近 太快了 所以我們化妝非常的快 好 那今天是比較流行性桃色 所以我們就選一個重點的顏色 在雙眼皮的內褶處 輕輕的往下看 對 很顯色 對 把它放上去 之後你可以用手 再把它暈開 對 暈開 因為我們的手是有溫度的 它其實也是最好的化妝工具 接下來是眼線的部分 今天我選擇的也是這種 咖啡色型的 然後韓詩畫眼線我們往下看 你從眼睛的中間 內眼線開始 咖啡色 對 把內眼線補起來之後 我們往前看 在眼睛後面三角處的地方 所以變得很有繩 眼睛變得很有繩 往下畫 對 對 往後拉就好 不用刻意往下 這樣子就是最適合你的 韓式長眼線的位置 然後眼線畫好之後 這一盤我一定要特別介紹 因為這個在韓國叫做 女神眼影 怎麼說 這一家的這個色號 只要畫上去的女星 都會得紅毯第一 真的假的 真的 這個就後來被稱為 叫做女神眼影 因為之前金雪炫的那個 紅毯第一名的時候 就是化妝師就有採訪 她就說是用這個 後來說的女星 就想要得紅毯第一的時候 都會用上這個 紅毯第一枚的女星 都是用這個 對 在韓國已經買不到 所以我在台灣 立刻就買了三個 全集要拿第一名 全集要拿第一名可以 可以 妳發現她裡面有金色的 直接送妳的眼睛 應該可以 她也有金色的眼數 好想要 對 妳看她其實是有點金色咖啡的 可是畫上去的時候 它的顏色也是 不同的角度看的時候 它是會有點不一樣 不同的亮光 對 所以非常的神奇 好 她先畫眼線再疊眼影 對 這樣子有一個好處 是妳的眼線看起來 不會那麼的立 然後還可以有定妝的效果 然後最後我們會在這個眼睛 放上這種眼影蜜 眼影蜜 對 做重點 在最後眼睛下面的 抹殘的地方 輕輕地把重點點上去 哇 好亮 超亮的 好亮喔 這在韓國叫做仙女的眼淚 所以妳畫完之後 就會充滿仙氣的感覺 哇 妳賺到了 又是女音又是仙女的 對啊 還有紅毯第一 對 畫完妳可以上魔毯 對 妳現在已經飛上妳眼了 好 所以上邊 完成眼影之後 我們就來夾睫毛了 那韓式的睫毛呢 妳能往下看的時候 以往 是不是我們都是叫這樣子 對 三道的 然後在韓國 我們是放到根部了之後 輕壓三秒之後 一 往下拉 右 往下拉 對 好 妳這樣子看了之後 她側面 會是往上捲翹的 跟以往 另外一邊 妳看一路另外一邊的 它是比較偏直角的 妳有看到嗎 是比較直角的 但是如果妳有韓式這種拉法的話 它會是這樣子長出去的 對 對 沒錯 好 然後今天睫毛 我也用就是今年秋冬 韓國很流行的這一種 灰色 玫瑰棕 玫瑰棕 對 玫瑰棕的顏色 去戴 紅睫毛 那我們現在看 輕輕的往上畫 這樣子跟東方人咖啡色的眼球 混在一起的時候 會有一種 無辜的感覺 好 接下來打底 我們習慣用素顏霜 妳擦的時候 很水 它就會變得比較保濕 好了之後我們 會先用BB霜 去再做一次的校色 因為BB霜的特性 它就是可以校正妳的膚色 但是它的遮瑕度 其實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會把它當作 打底的第一層 最後再上上氣墊粉餅 氣墊粉餅 氣墊粉餅打開的時候 大家一定有放在這個盒子 蓋子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跟彩妝師的 調色盤一樣 所以它是有功用的 你沾完氣墊之後 在上面輕輕的把它打開 這樣就不會一次 就是一盒在上面了 對 它是來讓妳調整妳的這個量 對 都知道 都不知道 因為上上去覺得 一蓋下去好厚 它就要整個 就從這邊開始把它推開 對 而且很多朋友 也常常說氣墊粉餅 為什麼韓國人真的愛用嗎 我上上去好厚 好多 其實妳是拿來定妝用的 如果你整個底妝 是用它完成 就會覺得非常的不自然 好明白 對 好 最後我們就會一樣 從裡面輕輕的壓了之後 剩餘的到外面 這樣子從亮到少 就會有自然的漸層光影 它再回沾 都是沾那個蓋子而已 對 沾蓋子上面的 好 我們非常喜歡畫搖唇妝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所以妳除了挑選一個重點 今年妳想要呈現的 這個紅酒的顏色以外 妳旁邊可以用到 像這樣子的乾燥玫瑰的顏色 去做輔助 就會讓妳整個的唇部 看起來變比較立體 我們會先選一個重點的顏色 輕輕的呢 點在中間 用小拇指 將邊緣呢 蓋上去了之後呢 選剛剛呢 我挑的那個乾燥玫瑰的顏色 那邊緣呢 把它切出來 我們完成了這個階層之後 妳在中間呢 最後的 再做一次運燃 第一瓶那一個 對 你高光耶 好漂亮喔 這樣子呢 第一次覺得有在百貨公司 被化妝的感覺 就完成了今年 韓國秋冬最流行的韓星女衣妝囉 原來韓劇女主角的妝 要經過這麼多程序 才能畫出完美無瑕的女神妝啊 然後大家在夾這個包包的時候 有個小小的重點是 這兩側頭頂的地方要窄 上面要高 窄 對 因為這樣子還可以側面顯現出頭心 不會上寬下也寬 這邊的地方一定要夠窄 我們從側面看它 才會比較柔和跟休息 接下來這位帥哥呢 Iran老師 來 大家猜猜 才藝 唱歌 我覺得老蕭 對 我們像老蕭一定就是唱歌 對 很像是唱歌 魔術師 魔術師 不是 插花師吧 插花 插花師 就是不講話的工作 設計師 猜不到 對 我是髮型師 髮型師 髮型師很會聊天 老師 沒有 不走這種路線 那有常跟藝人合作嗎 對 滿常跟藝人合作 而且很常會有時間的壓力 對 有時候他們沒有這麼多時間 去做髮型 可能要很趕這樣 跟男生 藝人比較多還是 都有 目前女藝人比較多 跟男生也有 像瑪莎也有 是有 也是喔 像瑪莎這顆頭 大概要多久弄它 這顆 因為一般男生大概30分鐘到40分鐘 左右 對 可是 有一些根本沒有辦法等的 對 如果沒有時間 可能大概8分鐘 10分鐘 8分鐘 所以我們快速的方式 那今天就弄你好不好 你代表 你的強項就是來當模特兒 不錯 反正你今天頭髮沒有整起來 你是不是沒有整理 就戴帽子 我今天沒有整理 你是不是偷懶 偷懶... 有一個戴帽子這樣來 8分鐘 8分鐘 然後8分鐘 突然又有一個女藝人 要趕頭又來了 又是一個戴帽子 沒有整理的 這也要8分鐘 然後老師就說 其實你戴帽子很好 對 然後先趕走她 好不好 可以嗎 那就兩位都8分鐘 對 就16分鐘 交給你了 老師 請 老師來了 計時開始了嗎 好 開始 因為她的頭髮很塌 所以我先用水把它稍微重新 塑型一下 因為太塌了 而且她跟你有點像 笑起來 有 MASHA 妳有問過爸爸妳的出身嗎 有 她像好多人 又像蔡依三 蔡依三 好像真的有 真的 有一點 很像 我剛剛幫她噴一點打底的 讓頭髮稍微有點色感 對 好 趕快吹乾 好 先用造型品打底吹乾 讓頭髮蓬鬆 接下來型能必備的 就是一把板夾 將頭髮夾出線條 最後最後軟拉定型 八分鐘就能完成型男髮型囉 最後噴定型衣就好了 好 對 就圓圓的這樣 打過一下 十秒 九 二 一 時間到 好 好 新年髮型一點也不難 只要準備好造型品跟板夾 輕輕鬆鬆就能帥氣出門囉 快點 那個老蕭 我們家女兒 我們家女兒 對 來 趕拍戲 快點 因為她現在要轉大人 我給妳一個主題 她現在轉大人 她的戲就是那種 比較成人片 真的 真的 而且我女兒是 主角的替身 替身 所以頭髮要弄得很像 我幫她把一個可愛的 高的丸子頭好了 開手 菊姐妳為什麼害羞 剛剛 對 她靠近我 我心跳就快 我以為妳是要去拍片 妳心跳會快 不是 我不在乎 好 那我們綁這個高丸子頭呢 因為 今年其實流行的丸子頭 位置比較高一點 然後我們上面的丸子的大小 也比較小 對 所以今天 就跟大家示範一顆 小一點的丸子頭 然後看起來是可愛 然後翹立的感覺 那今年因為丸子頭 還是走比較隨性的感覺 我還是不建議大家 用梳子 用手去抓那個線條 好耶 綁完之後我們稍微去把 兩側的頭髮拉鬆一點點 對 全部都故意把它抓得 有點是很隨性的感覺 輕輕的往前拉 先綁緊 對 先綁緊 再做縫度跟線條 然後再刷手鬆一點點拉開 對 然後我們就再把這個馬尾 編成一條辮子 兩股或三股都OK 好 這一丸子 這個是小小的訣竅 因為在綁今年丸子頭 要稍微小顆一點的時候 你去用辮子做出來的包包頭 它上面的線條 不會因為小顆而就看不見 對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點線條感 辮子也要亂亂 對 這要亂亂的 拉小搓一點 好像是麻花捲 真的 蜜麻花 我綁起來就只有 被吃掉另外一邊的油條 這麼小 好細一條 然後大家在夾這個包包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的重點是 這兩側頭頂的地方要窄 上面要高 窄 對 因為這樣子還可以 側面顯現出頭心 不會上寬下也寬 這邊的地方一定要夠窄 我們從側面看它才會比較 柔和跟修飾到 不會覺得好像整顆就是 像池祭那種濕節 這邊要比較緊 對 這邊要比較緊 藝人不敢講名字 他還得罪電視 對 那池祭多有趣 沒有 他們也好看 只是說一個比較緊張 對 對 他們很對 他們乾淨 乾淨一點 對 他們想要活潑 對 不懂 不要害 我們幫你轉回來 你放心 不要嚇老師 你小心 嚇死了 我是跟蕭敬騰 異父異母的弟弟 然後瀏海 我再幫佩傑 稍微夾彎一點點 好可愛 兩分鐘 兩個都要彎 你們兩個 對 都要彎 這個彎都是往前彎 簡單 對 這個大家在家裡也馬好操作 空氣真的很可愛 空氣瀏海 然後最後我們再抹軟蠟 好像抹瀏海 對 抹瀏海 好看喔 好可愛喔 然後最後有深一點點髮蠟的時候 把兩側的地方稍微搓一下 稍微順一下 對 搓一下 要弄毛毛的這樣 對 可以毛 可是就是 剪刀 好了 OK 好厲害 小小的丸子頭 跟可愛的佩傑真的好搭 又是一個快速 就能出門的髮型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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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今天節目也差不多了 對 謝謝 我們可以結束啦 新妹姐 還有我 你不是來弄毛毛嗎 還有我 你的才藝不是當毛客嗎 不是 你們猜一猜 猜一猜 猜什麼 猜我的猜意 我猜你賣芒果的 比你的身型 對啊 水中芭蕾 對 它腿很漂亮 還是那種活舞還是扯鈴 不是 走甘手 走甘手 不是 很厲害的 你叫做體型瘦瘦的啊 那個吞劍 不是 不是 吊特林 漁夫帽嗎 不是 活體拔雞毛 活體拔雞毛是什麼 什麼是活體拔雞毛 那也是一種才藝 不是啦 什麼啦 我的才藝是 我會 很多人不知道我會唱歌 每個人都會唱歌啊 誰不會唱歌 對啊 唱得好像不好唱而已 我們有入圍過金曲獎 真的喔 你們 你們 我們的團體 我之前是一個團體 我知道喔 GTN 對 唱跳團體 所以你們還一直唱 也沒有一樣唱跳 可以唱 我覺得 你今天敢再 我們亦凡 很快唱 我也入圍過金曲獎 是不是 穿起來 所以我今天唱一首 就是我之前比賽 都會唱了一首歌 都會得名的歌 只要唱這首都會得名 好不好 對愛渴望 其實我們都相信 也不用唱了 好 就是不給大家 講你講 你不會說謊的臉 OK OK 一首 一首 伴手 伴手伴手 西亞伊最疼你了 好 唱一個字就好 一個字 一個字 什麼什麼什麼 對愛渴望 來 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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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是容量 尽量 肩膀 睡得太晚 梦太平凡 别来烦 帮个忙 独自嘞喃 天都快亮 我又回想 无情无情的夜晚 不打烊的小酒馆 没有人急着回家 没有人想各自回家 无情无情的夜晚 爱在石井上打转 这是她对我有多疯狂 原来只是今生伤 对爱渴望 那么向往 那么困难 对爱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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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对爱渴望 真的会唱吗 对爱渴望 对爱渴望 对得好好 对得很好 对 太順暂了 唱得真好 要不要再听安口... 有料在圈粉耶 真的耶 一定的 你是瑪莎嘛 对 瑪莎 所以反而 好有魅力 我们可不可以两个那个 金曲 可以吗 入围两个 两个都入围金曲嘛 对不对 对 合唱一下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球到天长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湿蓝 就算回到从前 这人是我唯一决定 我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这是我们的选择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了我 你别那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 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知 一手图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青路相守相随 你最珍贵 平凡之中自造一些些浪漫 思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自造一些些浪漫 平凡之中自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 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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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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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真好 真的 你们唱歌都在发亮 真的 好想要 可以 以后有合作的机会 可以... 加油... 好 谢谢 今天真的几位老师辛苦了 谢谢跟分享你们的才艺 谢谢 让我们真的广目相看了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大家谢谢